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大家期待很久的惡魔王單手劍 終於在8月28號韓版這邊已經正式推出了 那這把武器大家期待很久 那官方當然也知道這樣的事情 而且這把武器它真的價值非常的高 所以取得方式也是非常的困難 那我相信大家都很想了解這把武器到底有什麼樣的特色 所以小編就不多說廢話 我們趕快來為大家分析一下這把武器的這個能力 還有它的取得方式 首先惡魔王單手劍跟其他的惡魔王武器一樣 都具備不損壞的特性 還有10%的機率會發動疾病術 所以在打怪的方面 惡魔王單手劍的攻擊力可說是介於雷雨之上 然後真式劍之下 在普通攻擊的時候沒有發動疾病術的狀況下 造成的傷害並不突出 這把武器在打怪上不見得是最有效益的武器 好那在打架方面我想就不用多說了 至少暗黑騎士都要有一把惡魔王單手劍 不管發動疾病術後要不要牽行武器 你可以確定的是如果你要打得痛 就一定要有惡魔王的武器 也就是說你一定要發動疾病術還打得痛 要不然難道你想靠隊友先打出疾病術之後再下手嗎 那因為單手劍對於暗黑騎士來說的選擇是非常的多元 那發動疾病術之後 如果有其他更高傷害的武器 譬如說加9黑炎加9的攝魯機 你也可以來替換的使用 整體的效益會再更高一點 如果你要一把打天下的話 當然也不是問題 畢竟命中疾病術之後 不論如何敵人都會承受比平常還要更大的一個傷害 那麼說到這邊一定很多人想問 惡魔王單手劍這麼強 跟魔族之劍打起來到底哪一把痛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抗運氣的問題 假如惡魔王他打不出這個疾病術 那他就是弱到一把 那相對來說 如果魔族之劍骰出的傷害都偏低的話 打起來也不會有太漂亮的表現 那除此之外呢 同一把武器裝在不同的職業上 也會有不一樣的表現 惡魔王單手劍適合的職業有騎士跟暗黑騎士 然後騎士的這個命中問題必須要考慮 那暗黑騎士的話基本上就是可以忽略 所以如果你拿的是嘉靈魔族劍的話 恐怕在騎士身上 會有這個打空氣回空的這個狀況出現 但是在暗奇身上呢 暗奇也不要太開心 因為嘉靈魔族劍 他打出來的這個傷害是飄忽不定 所以建議還是把它加到 加5以上 那加5模組和加7的這個惡魔王單手劍 都是相當強的武器 輸贏之間呢 可能就要交給這個沖暈來決定啦 那惡魔王的單手劍開放之後 就跟珍惜劍當初開放一樣 給了一個極高的取得門檻 但是不是製作 沒有錯 惡魔王單手劍 目前還沒有辦法透過製作的方式來取得 那未來會不會開放也還是個未知數 所以目前唯一的取得管道 就是透過商城的這個遺物袋來製作 那他的材料呢 需要660個遺物袋 還有20個最高級鐵 所以光是遺物袋的成本 大概就要4萬5千賺 折合台幣的話 呃我算一下喔 1 2 3 4 大約要2萬9千元 哇這個真的是超級貴重 而且重點是製作出來還是科硬的 不能交易 不過不要灰心 說不定未來還會有其他的活動可以取得 不過既然官方訂了這個價格 除非遊戲的人氣持續下探 或者推出新的職業之後 想要撈老玩家的錢 要不然這把武器可能都會一直這樣維持在 紅武的這個高架地帶 想要製作的話 真的得要好好考慮一下 畢竟真的是不便宜啊 好以上是為大家分析這把 惡魔王單手劍的能力 還有他的取得方式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跟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